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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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他非常 就归隐山林 无力再去抗争 也不想再去如何了 而所有这些都表现 我个人的感觉 他不正是这个体制的受害者 他们的中心 失败的中心维护共产党 他想有所作为 他想对这个民族有所报复 而当在为这个党去工作的时候 在党的前提之下 想为人民有所报复的时候 就念不对词了 就成了包袱 他为人民去做什么都是包袱 他就出事了 但是呢 现在轮到习近平了吧 网上连续有几篇文章 我们刚才也提到 我感觉江泽民的派系 在做最后的这种切割术 还要保住他 而他切割的一个关键点 共产党本身 所以这就给习近平提出了挑战 BBC有篇文章这么说的 英国《泰晤士报》12月6号的报道说 李春成案考验习近平反腐决心 我觉得这个标题不合适 反腐是斗争的 这个不是什么决心不决心的事 这是在现实的状况下 他可能也就只能拿这个当幌子 那真正的可能在他 以反腐为名义 在他清理这些人的过程当中 达到他真实背后真正的一个目的 但现在看呢 还看不清楚他的目的能走到哪 这个目的很简单 反腐是为了自己获得权利呢 还是反腐真正为了最终打掉这个体制呢 这是我觉得这是两个选择 这是非常清晰的 那文章呢 上来就提到最近出的事情 他说网民们开始仔细检查 每一个具体的官员了 那甘肃兰州市的市长 叫做袁战廷 被很眼尖的网民发现 感情他是最新的表哥 有人说叫表叔 表大爷 叫什么的都有 因为他戴了一个手表 是价值两万英镑 有人说呢 这些官员应该把手表藏起来 不是 男人呢 原来我记得原来在国内有个说法 就是说男人表现的东西呢 一个是代表 一个是签字用的笔 那种原来的说法 那其他的也就无所谓了 穿个名牌衣服啊 那就就很简单了 他不像女人花手 早上换一套 中午换一套 晚上换一套 一套又一套 没有一套是真的 那是女 有钱的女人还那么干 那有钱的男人呢 表呢 代表时间了 对吧 时间在我的掌控之中 有块好笔呢 签字啊 权力 有人戴架个金丝眼镜呢 有文化 你注意看国内的官员 很多都是这打扮 但干的事呢 都是雷大人干的那些事 对吧 雷大人干的那些事 大家就明白干了什么事 所以在我看来 就是这么点事 那老百姓 今天党的官员惨在哪呢 党文化教育 今天普通的很多中国人 有一个概念就是恨人有笑人无 我相信这大家都承认 对吧 这不是埋态谁 恨人有笑人无背后的一个心理就是妒忌 小样子 我又挣不着钱 我在家里只能上上网 我上上网 你带两万英镑的手表 我只能吃泡面 小样子 我给你泡了面 估计兰州市的市长就被泡了面 文章紧接着说 中共官员的生活奢华 包括令计划的儿子 驾驶法拉利 车祸身亡 也是同样的故事 泰晤士报接着讲说 中共高调的向反腐宣战 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向来很少有所作为 报道并形容腐败在中国猖獗到 破坏了公众对官员的信任 谁信谁呀 不是破坏了公众对官员的信任 我觉得换个词 增长了老百姓对官员的那种憎恨的心理 所以文章紧接就提到李春成这个案子 说李春成这个案子 是不是习近平要拿出反腐的标志 如何如何如何 我自己的感触 就说骤然把李春成弄出来 让人感觉有点张二的和尚猫不着头 不知道到底什么意思 反腐是说法 但是突然把四川省的副书记给弄出来 为什么 那法广有另外一篇文章 我觉得有所解释 法广这篇文章 实际是大多是引用了曾庆红江泽民控制的媒体 中文媒体的说法 但是我们能够看出他的意思 文章题目正是说 中共掀起新的反腐浪潮 同时预示新一波的高层的人事洗牌 所以都明白十八大没结束 十八大真正的是开启了另外一波真正的杀斗的过程 所以造成了所有各派势力 现在又盲目了 十八大把谁的人洗掉了呢 把这个跟薄熙来直接相关的一些太子党洗掉 把这个温家宝相关的一些改革派给洗掉 这是我们看到 而现在呢 我们会看到习近平实际在面对着原来的江家邦 胡锦涛的派别不是派别 这是我一再说的 他真正对习近平造成威胁的是江泽民曾庆红 这是我们看到真实的场面 如果不去这么做的话 他又有什么必要在十八大之后这么去杀呢 这是我的问题 所以文章呢上来就提到说 应该说习近平重新大洗牌 那十八大就变成了 在他眼睛里就变成了一个障碍 如果十八大的人事安排随着习近平的意义 他就不用这么去洗牌 所以文章讲说 中共统战部长令计划很可能已经被捕 令计划和他已经成功逃避了抓捕 逃离了中国的弟弟 另完成的贪腐案 可能是最不可思议的腐败 我觉得这里说的最不可思议的腐败就是 原来没有任何说法突然出现 而这种没有任何的说法突然出现 是面对习近平的高声反腐的过程 事情当中 江泽民跟曾庆红的新的操守 在江泽民曾庆红控制的网站 披露出来的资料是这么说的 令计划家族和薄熙来 这里实际另外一个概念 他提到的是薄熙城 薄熙来的地理 控制了山西一年四百亿的煤炭利益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令计划的整个家族崩溃 北京的知情者披露说 令计划一家人垄断了整个山西的煤炭行业 他的老婆古丽萍 光从刘志军的高铁建筑中 就拿到了四十亿的财富 我这里想提出的一个疑问 李鹏的儿子李小鹏 山西省的副省长 李鹏家族控制着整个中国的能源企业 几乎是 很多人认为他控制的是水电 不是煤炭 但李小鹏并不是今年去年才调到山西省的 是几年前调到山西省人福省长 所有人都知道他冲着煤炭能源去的 这篇文章里变成了没底小鹏什么事 我个人觉得疯了 你之间打斗打斗的疯到这份上就开始瞎来了 所以因为你怎么说也变成了山西的一个煤炭都给不了李小鹏 那李小鹏上他干嘛去了 那你干嘛这么说 这就我提到 我提到习近平真正的敌手是曾庆红江泽民 文章紧接着提到说 有消息提出令计划李源潮加上周永康薄熙来被称为新的四人帮 他们想控制国家推翻习近平 令计划还谋杀了在其车祸中幸存的一个藏族女孩 新四人帮不是这个四个 新四人帮没有这么说法的 对吧 新四人帮是原来九个常位当中的四个江家帮的人 那现在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李源潮和令计划 加上周永康和薄熙来是新四人帮 这就有意思了 那习近平会怎么样 就另外一回事了 但是这里透显出包括李源潮和令计划 他是原来团派的人 这个团派的人正是我说 就像张千帆的眼睛里说的那些臣子 这些臣子却不是统治者 这些臣子没有根底 而作为胡锦涛来讲 就像个僵尸 其实一直想嗜逐唤醒他 一直想让他自己明白自己是有责任的 他不明白 所以出了今天的场面 对吧 我们看到如果这样的做法做下去的话 原来跟着胡锦涛的人非常惨的 那魔鬼你不用真正神佛的力量去面对 自己内心中佛性的一面去面对魔鬼的话 你怎么能够战胜他呢 不可能的 报道还提到说 中共高层现在传令计划有六宗罪 家族腐败的贪腐的程度令人瞠目结舌 在煤炭高铁 封电矿业 有六百亿人民币的经济利益 系统的攻击江泽民和曾庆红 致使十六大之后 党内斗争的坏风气恶劣起来 利用中纪委副书记何勇 整肃党内不同派系同仁 为安插自己人马开刀 十六大之后 整人的计划都出自一定计划 玩到这份上 那真不是人了 对吧 我们说盲人都知道 这作为胡锦涛 胡文新政被江泽民垂帘听政 被这个曾庆红玩在手里 九个常委给那哥俩整的虾饼 扭过脸来 把这样的罪名放在了令计划头上 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真实的场面 但是这里他提到说 令计划是周永康和薄熙来的铁杆支持者 是他最近的盟友 再加上了元朝 叫做新四人堡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呢 就是说新的一轮 这种残酷性 这种针尖对卖门的这种残酷性 超过了十八打之前 直接对垒的是习近平和江泽民之间 你今天杀掉令计划没用 你干掉李源潮也没用 这样的江泽民和曾庆红 已经把自己摆在最前列 明确的说曾令计划 火同这些人去弄江泽民 这说的很清楚 系统攻击江泽民和曾庆红 反过来说 为什么不能攻击呢 为什么不把你干掉呢 为什么在你已经下去了 你还在赖着不走呢 为什么你今天十年之后 你还在这个人大会堂那 用眼睛去侮辱女孩呢 去代表国家最高权力者呢 你这不是人吗 你不是人还不行骂吗 但为什么可以冠冕堂皇的说呢 是说给你习近平听的 他有势力 你不敢他 他一定敢 不信你就走着瞧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